姐夫建议我们到莫尼黑走走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两许三天的旅程 我们坐的是ICE 德国铁路运营的中级客块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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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德国最先进的火车 时速可达300公里 它的设计采用了隔音降噪高科技 运行时几乎没有噪音 这就是莫尼黑的火车站 我们的旅馆离这里仅有三分钟的路程 对面也是住宿的 整个这条街都是宾馆 很简单休息一下 然后出去走一走 对面也是住宿的 我们的旅馆 著名的地标建筑 圣母教堂 达尔广场 位于火车站和新的市政厅之间 这是圣诞季节 所以这里变得更加热闹 前面那个楼是慕尼黑地方法院 右侧是慕尼黑最大的连锁店 卡尔门 过去之后就是步行街 街的两边都是商家 他在这里也有点对面 是海诞军 在地楼上 在地楼下 哪里云 是一段路 在地楼下 在地楼上 在地楼下 在地楼下 街头艺人 你看他有多投入 引来许多游客 住主观看 表演真的是一门艺术 琴气仅仅是一方面 表演是全方位的 包括服饰 身体语言 时间地点和环境 刚来德国第一天 看到富尔达火车站的 一位艺术家的表演 他的演奏很有内容是吧 玛利亚广场也非常有名 右边这个楼是慕尼黑新市政厅 大楼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拥有全国最大的木偶报时大众 真人大小的32个人偶代表欧洲历史上的32位重要人物 晚霞把市政大厅防领应得通红 天色暗淡下来 广场上的人还是这么多 欧洲旅馆的早餐非常吸引 美国是赶不上 我把这种早餐叫做大早餐 肉 鸡蛋 水果样样都有 牛奶 咖啡 好吃又好喝呀 一边准备去看看圣母教堂 莫尼黑皇宫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再去看看科技博物馆 走地下商场 这里有很多商家 出来之后就是卡尔广场 这个中心地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喷水池 远处那位女士滑得很带劲 我猜她是这个冰场的管理员 今儿天气很好 这是昨晚到过的广场 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 圣母教堂 绝对是地标性建筑 老眼就能看到它高耸的圆顶 该教堂建于十五世纪晚期 据说它的天蓬高度超过了二十米 慕尼黑皇宫坐落在玛利亚广场上 一百三十个房间 占地面积两万平方米 一进门就是贝壳厅 别看它不太漆眼 可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厅 这是战争损坏后 由小镇居民捐献贝壳重建的复制品 图案有花果栏 美人鱼 还有滑稽面孔 中心作品是一座金色的墨球莉雕像 这个身以脚踝带个小翅膀为特征 宫殿里边富丽堂皇 我们也就是走马观花的看 竖琴总是给人以高雅的感觉 主仙长廊 这里有数百位家住成员的小巷 皇宫外面广场 现在是一个圣诞市场 到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想到科技博物馆去打下卡 那里离皇宫只有三公里 我们步行过去 伊萨河非常美 水清见底 真是想不到 来科技博物馆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剩的时间不多 只是充充照了几张照片 比较多 避管了 最后的一天我们想花半天时间到宁昏堡宫殿看一看 我们坐公交车过去 看来车上买票遇到了点小障碍 要是到地方了还买不上票 那就只好下车了 这个宫殿的前面 有一大片的水域 水里有许多天鹅 这个宫殿的前面 这个宫殿的前面 一百几个 宫殿后身是一个森林花园 举木能望得很远 森林花园 旅行非常圆满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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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不怕不怕